各位观众,根据拿到的法式鵝油背面,到底会怎样吃呢? 原来的调味方法,煮烹饪在旁边是有解释过的 主要是拆开包装,然后放入锅里 不计那些微粉不要放进去 然后先煮水 看它正在煮水,我继续说 接着,把那些水在煮 将那些面放进去煮 当然是以滚水来计 煮5-6分钟 然后再将面拿出来瓊水 瓊水之后,这有两包酱油的东西 将面放进去,像是拌面那样吃 现在先来煮水 水滚了,先将面放进去 这时候,快镜也不要紧 最重要呢 你小心,火一滚起 如果你的煮本身不是那么高 可以关小一点火 免得它滚起 现在已经煮了5-5分钟 它刚才写着5-8分钟 除了你 我现在选5分钟就煮水了 面就拿出来了 大家可以用你的方泡去煮干水 我可以在锅里面打测 把水全部倒出来 剩下的面 我又可以用烧鸡 煮干面 第一包的,应该是脆脆粉的 先倒进去 为求真实 我这包一包 是几乎所有都放进去 有人认为 有些位置的东西就不要放那么多 那我不 不可以决定的 因为所有包装 它可以给你的 我应该觉得 是用下的味道来计 如果我的答案到最后是 是 咸的 那就是错 另外这包呢 是防潮的 这包不要搅拌它 既然它是一个拌面 现在就给时间拌一下它 咸的 聞得上来很香 那些油公出来的味道 它是一个方便的面 不应该是太复杂的 那就拌起了一碗 增拌面 咸的 吃给你看 我下了包装 我不觉得是咸 我觉得它这一只 不知道是什么干 咸的 有口感爽爽的 濕濕脆 而它有油和豉油包 加密 濕脆 三包都是不同包装的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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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濃味的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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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三包,有一包是油 只是油的顏色比較多 不只是油,不是有顏色,即是這包 這包是油,如果你想為健康一點 我覺得油可以放大約三分之二包 但你沒有了油,你會有少感一些香味 如果 讓我再選擇,我都會放光,三包都放光 這個麵質本身,有少許煙韌彈牙 如果用我這種模式,五分鐘的模式 有少許煙韌彈牙 我想到八分鐘是過火的 以我的口感,我喜歡吃一些有口感的東西 咬下去很舒服 裡面有少許彈牙給你咬,我就會喜歡到五分鐘就撈起來了 然後晾乾水,再拌醬油 好吃咬,如果你喜歡配配菜的方面 你加點蔥花,加點蔥花 加點蔥菜 咬,我煮了一隻給你看 味道方面,它不是濃味的,它偏淡口的 吃起來不像普通公仔麵一樣 你一加了味粉之下,你的感覺是很敘舊的 有很多味精的 但這個不會 吃起來是舒服和香口的 單純說的麵呢,如果你是喜歡香口的,你加上油 但如果你完全不下油,我會覺得是有味道仍然有鹹,有那個醬油味 但呢,還沒有那麼香 但你可以選擇不下的 包裝,整個包裝是這樣的 台灣出品 法國鵝色油半麵 啊,是增胖麵 油半麵,就是增胖麵 可以去BuyShip 去分店買到 我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老闆想我試吃一下,拍給大家看 我覺得都是好事來的 我們 有很多網友已經向我詢求怎樣可以拿一包來試試 我們慢慢再想一下,玩遊戲是怎樣玩呢 老闆總共送了昨天3包給我 另外再加10包,我又有13包起手 我相信都可以分享給大家的網友